我邀請第一集 我的老朋友 劉家昌留島上陣啊 知識媒體人黃光琴 和大導演劉家昌 暢談兩岸問題 吸引不少流量 不過這個直播的頻道 正是涉入性騷擾案的朱學恆 原本經營的官方頻道 萬事通事務所 引起網友質疑 是不是付出是水溫 無限期 我以為說他今年 都沒機會再見到他了 小燈才37天 是因為他那個76 尤其很多直播主 在現場賺蠻多的 我馬上77就是跳出來 想要付出 因為捲入MeToo風波 朱學恆6月12發表 道線聲明宣布暫停活動 YouTube頻道也從朱學恆的 阿宅萬事通事務所 改名為即日起 無限期停止公眾活動 沒想到最近頻道名稱 又悄悄改名為 萬事通事務所 還上架黃光琴新節目 阿傑反抗軍 辦公室都閒置在那裡 我是覺得有些可惜 所以我就主動跟他聯絡 我並不是拜朱學恆過去的節目 所以我對這個拜班這兩個字 我是比較反感的啦 澄清是全新的團隊 跟朱學恆沒有關係 有挺出粉絲留言 要朱大加油 不要管塔綠班的嘲諷 做自己就好 快服出發 但也有反對聲浪 嘲諷朱學恆 還有臉開節目 不看民意 看黨意 注定敗選 還有網友認為 即便影片內容 沒有朱學恆本人 但贊助專區的連結沒換 重啟頻道 就是違背承諾 面對朱學恆付出爭議 中佩君則是簡短回應 一切進入司法程序 近代調查 沒有更新的資訊 向大家報告 光是頻道改名反彈 聲浪大 朱學恆如果真的想要付出 還得看看網友風向 同不同意 接受黃鴻與黃蓉參謀的 立刻下載 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 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明文